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微博百万美食大V砍材出生这两天来北京 美食家洪浪老师就在巨楼楼设宴款待 今晚还有几位美食大V 我作为一个small potato 小马铃薯 今天是来向各位老师们学习的 今天是来向各位老师们学习的 这个叫苏尼额芬白糕 苏尼额芬在蛮语里面是奶的意思 奶质体 所以这个白糕是用奶和面做的一个糕 这里面是没有馅的 就是里面带个淡淡的奶味 然后下面这个呢 这个叫苏子茶食 苏子呢就是怎么说呢 长得跟芝麻似的一种小果汁 然后用它做的这个馅做的这么一个点心 这是点心里面少见的一种咸味的点心 这两样点心很有内涵 要慢慢的品鉴才能发现它们的好 而我比较喜欢店里的豌豆糕和奶酪果子冰 直接的甜直接的快乐 八十年代做的如何菜 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的是全国各个菜系的菜 就是哪的菜都有 淮阳的也有 什么川菜的也有 就是各种各样的菜系的都有 他那些菜都做 然后呢 后来呢是2004年吧 他觉得就是说得有一个传承 专门专攻某一个菜系来做菜 他就拜了这个王熙复老先生做老师 王熙复今年八十多岁了 我看到你们有见识 我们都有见识 对 然后那个甄师傅拜他为师以后呢 王老爷子呢 对他的要求就说 因为王老爷子的心愿就是 他把那个满汉全席给做出来 虽然以前满汉全席只是传说 没有人真正做过 但是他脑子里有一大堆这个满汉全席的菜 因为王熙复的那个外公原来是御厨 他就会这些菜 然后他就想把这个传承下来 所以呢他给甄师傅的要求就是说 这个巨德楼你做的菜 都得是这个满汉全席的菜 那个如果是康乐的老菜 就不许做 所以康乐那些老菜呢 我们就偷偷地跟他点 说我们想吃这个 我们想吃那个 然后他就帮我们做 然后那个比如说 今天我点的那个菜里面 有一个桃花饭 其实就是虾仁锅巴 虾仁锅巴这道菜呢 有人说是卤菜 有人说是那个川菜 他这个菜呢 就不是马汉全席的菜 所以这个我点了 还有一个是叫过桥面 过桥面呢 就是过桥米线 他用不同的一种方法来做 做的过桥面 可以试一下 还有一个那个锅他三鲜菜盒 那个菜呢就是做法有点类似于南肩丸子 就是南肩丸子就是把丸子做好了以后拍扁 拍好了以后一个大翻勺 然后他做出来那个菜 这个呢有点类似于那个菜 它是外面是那个肉馅外面是裹了一层白菜叶子 然后做的这个菜盒 这道菜呢也不是这个马汉全席的菜 反正这些菜我都点了 包括那个就是 这些菜都有故事的 肥肠系列 肥肥肠系列 今天点了三个菜 两道炒菜一道是那个炒干 炒干也有提长 对 炒干现在北京做的好的很少 他一直是严格遵循以前冷的方法做的 就是一个底汤一定得用口磨汤 口磨汤 但是现在已经很多人很多地方都不用了 就是白开水 谁给你熬口磨呀熬出汤来 对 一般早餐店的话没不会那么用心的 对 他还是坚持用口磨汤 然后呢 就是里面的蒜呢 要放两次 一次是熟蒜 就是在里面熬的那个熟蒜 要是熟蒜 那个就是给它那个底味 还有呢 就是最后出来的时候 要撒一把生蒜 就是这两种蒜 现在好多呢 都是直接就扔一把蒜就完了 这个叫熏鱼 它实际上是那个猪脸肉 然后它跟黄鱼一起熏的 熏制的 所以叫熏鱼 在那儿补光了 来点水 我先吃 然后温泊 温泊是北方的嘛 南齐是南方的笔气嘛 所以这是南北结合的一道菜 自己用那个猪蹄熬的 不是用明椒 这就是我最爱的奶酪果子冰 大家去富华山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吃到王岐富老爷子 出的夏日限定 西瓜酪 尝尝这个马莲肉 好称是马莲草渣的这个肉 这个是猪肉吧 对 这是王老爷子 王岐富 那天在这喝这个菜 这其实都不是温泊 这就是山楂炒红果 温泊是那个比山楂还要小的 一种小椰果 所以现在都找着 所以他们就拿这个山楂代替了 在下面秦义草原 它就有个甜品温泊 他们是从内蒙进过来的 像罐头一样的 也是就一小小的山楂 锅他三鲜菜盒 怎么用 这是一个 珍珠以前的老菜 叫锅他三鲜菜盒 做法有点像那一间丸子 我之前在这里点过一道南尖丸子 也是现在很难吃到的菜了 这个菜盒的内馅跟南尖丸子 用的是同种馅料 烧烩大肠 用了大量的蒜子和蒜末 看着大肠 多么Q弹可爱 浓浓的蒜香味道 跟大肠非常搭 好想要米饭来救这个肥肠 焦蕊就是新鲜的花椒芽 好消息是巨德楼现在正在研究用氮气啊 冷冻啊等等方法来保存花椒芽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道菜 焦牙跟桂鱼要一起吃 味道复合 有焦麻的香气 酱包肉丁是真师傅的招牌菜 每次来必点 上次我吃巨德楼的视频 我就说闭着眼睛就像在吃和牛肉粒一样 但是这次的酱汁少了一些 咳也厚 一吃就知道不是真师傅做的 徒弟们还需努力啊 焦肉肥肠做的太漂亮了 坎才书生当时拍了照片发微博 问这是什么 没有人答得出来 我一吃 就有很多问号 跟我们平常吃到的焦肉肥肠不一样 它不是甜口的 如果不挂鸭子挂一块五花肉 这叫颅肉 然后把这个颅肉烤出来了以后 然后再拿锅子来烧 这老北京的烧法呢 一般来说的是颅肉配白菜一起烧 这个呢是颅肉配酸菜 配酸菜就很东北的感觉了 对了 东北内嘎不就是满族的发源地吗 所以我一引了一下 宫廷菜应该是有东北酸菜的 卤肉不油腻 酸菜酸爽开胃 吃完这道菜就像中场休息一样 又能够迎接下面的菜品了 风味人间一里面有介绍过 真师傅做的青酱肉 这个叫青酱肉 就是怎么说呢 算老北京的这个腊肉吧 一种腊肉 青酱肉感觉就是小清新的腊肉 它腌辣的味道不会特别重 脂肪呢 还有干香的回味 这就是用传统方法做的炒干 现在肯这么下功夫做的已经很少了 这碗炒干 吃了一晚上 一点都没有谢 最后洪亮老师还打包回家当早餐 吃一口 特别香浓的蒜味 简直能尝出鲜美的味道 肝肠都很嫩 为什么叫轰炸东京呢 抗战时期三星锅八这道菜很流行 后来重庆被轰炸之后 大家就把这道菜改名叫轰炸东京 以泄愤 几位老师啊 听我说 我就不细说 抱歉 这段音频丢失了 这次不赖索尼了 可能我用的不是高速卡 写入书都太慢了 盘子里装的是虾肉跟鸡肉 下到鸡汤里面一烫就熟 这个鸡汤很浓 鸡汤好鸡汤 非常浓 等于是一斤料出一斤汤 一斤料出一斤汤 还说少呢 完了 咱们掉一锅汤得十个多小时 八个小时煮汤 完了两个小时灶汤 灶汤您还有 这么说吧 您灶汤还有二十斤鸡胸呢 那五十斤这个汤 还二十斤鸡胸 灶汤才能给灶清了 这个全蛋和面 全蛋面 回忆一下咱们照着这个 我说的配方没毛病啊 得嘞 您看 咱这面就是泡一个小时 没什么问题 一般菜就是干净的 姑娘们分一下 得得得得 祝大家好事连年哪 吉祥如意 这个咱越过越好 谢谢郑师傅 谢谢郑师傅 外面已经看不到了 我连喝了两碗汤 自然的鸡汤鲜味太鲜了 最后甜品是浑汤汤圆也很少见 每次在巨头楼吃饭都好长见识啊 郑师傅坚守传统的匠人精神 令人钦佩 每次跟大V们吃饭都获益人多 我是无所谓 一个要减肥的出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